记者张聪秋张化报道,针对引发国际媒体关注的张化县二水箱碧云蝉寺,简称二水碧云蝉寺,其存在争议,建物身份复杂,混杂非法维建和纳入文资保护的历史建筑,对此,文化局长周富仪表示,保存归保存,拆归拆,两者不相违背,文化局依照文资法规定,以确认历史建筑范围, 后续将执行保存程序与公告作业,同时双轨并行调查研究和修复工程 本月19日美国《纽约时报》把二水碧云蝉寺变成共产主义神殿,蝉寺宛如是五星共产妙,一席简让蝉寺存在的争议浮上台面 周富仪指出,二水碧云蝉寺以登陆为历史建筑,彰化县政府有行文化资产审议委员会于今年9月11日会议决议,登陆范围包含蝉寺正殿及周边范围,保存范围为正殿,左右护龙,通道和正殿前庙城,总面积936.1平方公尺, 保存建五坐落的豪各式二水箱二水段0120-30120-26的豪,周富仪说,二水碧云蝉寺登陆为历史建筑的关键因素在于,二水碧云蝉寺创建于日治十七大正十年,1920年,未处八卦山麦蓬莱山腰上,前有水后有山,是典型传统岩载的佛寺,建五未处山腰路, 在传统社会中是维章化平原与八卦山交汇重要的交通要道,地理意义独特,地理位置重要,历史发展和建筑更具价值。 周富仪指出,文资专家从二水碧云蝉寺供奉长生路尾和相关文物落款,还有其制作形式,推算该四历史发展, 源起于日治十七大正年间,深具历史文化保存的价值,同时,当时战后,1957年重建后的二水碧云蝉寺入伙安座, 在建筑形式和建筑装饰,融合日治十七和战后建筑特色,更具历史建筑保存价值。 在建筑装饰,融合日治十七和战后建筑装饰,融合日治十七和战后建筑装饰,融合日治十七和战后,